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 给北京带去了最后通牒 下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要访问北京 他也将给北京带去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下子收到了两份最后通牒 一份是美国的最后通牒 另一份是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这时候习近平必然要傻眼了 那怎么办呢 先说美国的最后通牒 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 最主要的项目就是说服或者压服北京 要减少和停止对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军事的重要物资的援助 布林肯在结束访华之际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记者会上 他明确表示他向北京重申了美国严重关切 中国提供零部件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战争 布林肯说 中国是机床微电子 对制造弹药和火箭推进剂至关重要的消化纤维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 莫斯科正是利用这些产品加强其国防工业基础 而这个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大批量的生产火箭 无人机坦克及其他武器 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 布林肯最后用最后通牒的口吻说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北京有所变化 我们完全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发出的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很可能是没用的 因为北京从来都是迷信武力 不打疼北京的话 它是不会听所谓劝告的 这次美国是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给北京一个痛击 这样才能让北京知道疼了怕了 这样才能解决北京援助俄罗斯的问题 我在节目中也多次说过 这次北京援助俄罗斯的问题 已经不单纯是中美两国国家之间的问题了 还涉及到拜登政府今年的总统大选 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失败 那就是美国的失败 也就是拜登政府的失败 这个失败就会让拜登输掉总统大选 因此拜登为了自己的总统大选 也要痛打北京一下 让北京放弃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 再说俄罗斯方面的最后通牒 在美国对北京发出最后通牒之后 北京的老大哥俄罗斯当然也不会等闲逝制 因为这个美国对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 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致命的 它是关系到俄罗斯的国家存亡 因为如果北京习近平接受了美国的最后通牒 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和支持 那么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很可能就打不下去了 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失败那是不可承受的 因为一旦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 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分裂解体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它不能容忍习近平接受美国的最后通牒 不能容忍中国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急忙亲口宣布 他将在下个月的五月份访问北京 如果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 带给习近平的是美国的最后通牒 那么五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 将带给习近平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习近平一下收到两份最后通牒 一份是美国的最后通牒 另一份是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当然这时候习近平就会傻眼嘛 那他怎么办呢 美国的最后通牒 那就是国务卿布林肯亲自对习近平说的 而俄罗斯的最后通牒就不会说的那么明确 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 将带一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习近平 这本书就是普京给习近平的最后通牒 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 联盟年度代表大会的时候 他发表讲话 普京在讲话中不仅说他将于五月份访问北京 还表示他将把俄罗斯作家赤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 作为礼物赠送给习近平 那么赤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 是写于19世纪 也是世界名著小说 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不过呢 普京送给习近平这本小说怎么办 并不是想让习近平去读这本小说 而是要强调这个小说的题目叫做怎么办 现在习近平收到了美国的最后通牒 那习近平怎么办呢 所以呢 普京就送给他这本小说 让习近平好好想一想他该怎么办 那么为什么说 普京送给习近平这本小说就是最后通牒呢 因为关键习近平要怎么办 这就是最后通牒 过去习近平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玩中立玩三角关系 现在美国不让习近平玩中立了 要习近平明确选边站队 要北京明确到底是选边站队美国 还是选边站队俄罗斯 如果中国选边站队俄罗斯的话 美国就要对中国进行致命性的金融制裁 美国要逼习近平选边站队 当然俄罗斯也不会放过习近平 俄罗斯也要逼习近平选边站队 普京也要告诉习近平 如果中国要选边站队美国 停止援助俄罗斯的话 那后果会很严重 俄罗斯虽然没有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是俄罗斯有他另外的可怕之处 就是他敢和你打仗 习近平当前最怕的就是发生战争 因为习近平作为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 他根本就不会指挥军队打仗 真的打起来 解放军就像群龙无手的无头苍蝇一样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打 现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完全都是一些懂政事的官员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懂军事的官员 因为现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只有懂政治 懂得怎么样对习近平吹牛拍马 才能让习近平放心 才能得到习近平的重用 那些真正有军事才能 不懂政治 不懂吹牛拍马的这些将领 是得不到重用的 所以现在解放军根本就不能打仗 有再先进的军事装备也不行 因为军队打仗最关键的 还是指挥官的战略指挥和战术行动 习近平作为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 他既不懂战略也不懂战术 他指挥解放军对内维稳还可以 对外打仗是根本不行的 像俄罗斯这么彪悍的军队 那和印度军队是完全不能比的 习近平连跟印度军队打一仗都不敢 那和俄罗斯当然就更不敢打 如果说美国让中国最害怕的最后通牒 那是金融制裁 而俄罗斯让中国最害怕的最后通牒 就是军事冲突 俄罗斯和中国有漫长的边境 俄罗斯发起一场中俄边境的军事冲突 那是很容易的 别看普京现在对习近平是笑脸相迎 到时候说翻脸就翻脸 因为如果习近平接受了美国的最后通牒 停止对俄罗斯的军事物资援助的话 那么等于就是习近平让俄罗斯总统 普京活不下去了 如果要习近平让普京活不下去 那普京也不会让习近平活下去 虽然俄罗斯没有制裁中国这样的经济能力 但是俄罗斯有比较强大 或者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而且敢打 他敢和中国发生一场军事冲突 哪怕就是一个有限的军事冲突 边境冲突 也足以搞垮中国的经济 因为一旦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动武了 那说不定就会变成核大战吧 这样一来 外资全部都下得要全部撤离了嘛 外国的供应链也要赶快从中国转移出去 因为中国变成战场了 当然供应链就不能留在中国了 那现在俄罗斯已经变成战场了 所以俄罗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再和中国打一仗也没什么 而中国一旦跟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大国发生军事冲突 那中国经济必然马上垮掉 这比美国的金融制裁还要厉害 所以普京给习近平的小说怎么办 就是给习近平的最后通牒 要让习近平好好想想该怎么办 到底是接受美国的最后通牒 还是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估计习近平好好想过之后 最后他还是会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讲道理的君子国家 经济制裁那也很有限 他不会出兵给你动武的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只是出钱出武器 他没有出人没有出兵 对于独裁国家来说 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实还不是特别可怕 俄罗斯反而更可怕 因为俄罗斯是不和你讲道理的 他说出兵就出兵的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直接领土接壤是很长的 边界性很长出兵很容易 俄罗斯出兵中国的话 那美国西方国家当然不可能像援助乌克兰那样去援助中国 他们会抱着隔岸关火的看热闹心态 看着这两个独裁国家相互打得两败俱伤 以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胆量 他肯定敢发动一场跟中国的边境冲突 因为如果习近平背叛普京 停止对俄罗斯的援助的话 普京就等于是死路一条了嘛 在那样的情况下 普京唯一的求生机会就是和中国打一场战争 现在俄罗斯军队经过乌克兰战争的战斗或者是经过一些锻炼 他的战斗力比解放军强多了 一旦发生中俄的军事冲突 那解放军是必败无遗 只要俄罗斯和中国发生一场边境军事冲突 即使这个冲突的规模不会很大 但也足以把那些外资吓得全部撤离中国 就足以让中国的经济崩溃 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说 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那比美国的最后通牒是更可怕 所以习近平很可能还是要乖乖的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 继续援助俄罗斯 至于美国的金融制裁 虽然会让北京习近平感到很痛苦 会让中国的经济很痛苦 但是比起打仗战争来说 这个痛苦就是经济的痛苦还是要好一些 这也就是说习近平不得不在这两个最后通牒当中 选一个痛苦少一点的 也就是两害则其心 其实习近平面对两个最后通牒的结果 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开始拼命和俄罗斯接近 要和俄罗斯友好 不惜得罪美国西方国家 如果当年习近平不跟俄罗斯友好的话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还会帮着中国 俄罗斯也未必敢对中国怎么样 现在习近平把美国西方国家彻底得罪了 那么俄罗斯也就反过来敢对中国怎么样了 这样一来就让习近平其实非常的被动 他也就是不得不依赖俄罗斯 不得不依靠俄罗斯 他不敢得罪俄罗斯 所以我们常说 聪明反背聪明物 北京习近平在俄乌战争这么大的问题上 居然他还想玩中立 结果是把自己赔进去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